運輸署在1月初時公布, 由2月份開始在青沙管制區推行以通行, 到時會將人手和自動收費庭拆走, 而到3月,這個計劃就會推展到承稅和施稅。 不過,究竟大家對這個計劃有多了解呢? 不單止司機不清楚, 甚至連的士工會都說不了解整件事。 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由2月份開始,政府在青沙管制區推行以通行, 如果你們開車經過這些收費路段和隧道, 就不用再停車繳費了, 因為透過無線射頻和自動車牌撕別技術, 就可以在指定的戶口直接扣除費用。 隧道不用再停車,聽起來真的挺方便, 以後就不用再擔心在隧道口塞車了。 長遠來說,真的方便了很多, 不過我們和一些的士團體談過, 原來很多司機和車主還沒有掌握到 這個易通行怎麼付錢。 他們還覺得政府把宣傳重點放在私家車車主上, 忽略了他們這班職業車司機。 運輸處在1月初的時候公佈, 由2月份開始,在青沙管制區推行以通行, 到時會將人手和自動收費庭拆走, 而到3月,這個計劃就會推展到承稅和施稅。 不過,究竟大家對這個計劃有多了解呢? 他喜歡。 我們在1月中時,我們問過一些司機, 他們就聞說不多清楚。 是嗎?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是2月開始? 是的,2月開始, 就是不可以付錢? 是或者不能付錢,要自動繞費, 不是要付這個 不可以收到普通聞이죠? 我真的不知道的 glyphus。 你聽完以後,我們回家要跟車行問一問,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沒有聽聞、不是很清楚, 明天車主會安排 他安排我們會照做 不單止司機不清楚 甚至連的士工會都說不了解整件事 究竟甚麼時候 連甚麼時候都不知道 你不能說 你先找尖三 或者找些人去嘗試走走 究竟是怎樣做 你不是說嘗試就算了 當你正直實行的時候 大多數司機都不懂 你偶爾推出來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 你不只跟車主說 為甚麼不跟司機團體說 司機團體現在很多都不明白 就算我們公務會 都不是拍得很清楚 只知道有件事 但知道有件事的時候 應該怎樣推行 怎樣推出到現在為止 都是叫做蒙阿蒙 他甚至親自打開熱線了解 但說完都是一頭無水 運輸處推出來之後 根本就令到很多司機 也很多人不明白 或者推出來的時候 他有沒有考慮過 很多的士司機已經上了連機的時候 未必一定會上網 以及下載那個APP 既然不懂的時候 你叫他們怎樣去申請文件 甚至於下載那個APP 下載的時候怎樣付錢 杜新唐說沒有隧道收費庭 直接付錢 而又不可以用百特通 強制使用易通行的話 擔心會增加車主和司機的矛盾 如果你說不付錢的 車主未必知道 反過來我是車主 我把車放在打理人那裡 打理人同樣 究竟這輛車有多少人開 譬如說自我原來我是一個替工 我每天都是不同車的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究竟什麼時候 過了來隧道我未必一定記得清楚 究竟這個易通行是怎樣付錢呢 簡單來說 易通行是一個不停車繳費服務 透過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配合自動車牌識別技術 將來車輛不需要在收費停車 或者經過快易通行車道 就可以付隧道費 而車主申請這張車輛貼的時候 已經選擇好用什麼付款方法 例如是銀行戶口 信用卡 轉數快或者百達通等等 當車走過這些隧道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停車直接洗過 然後在你選定了的方式付錢 聽到整件事好像很簡單和方便 不過對於的士業界來說 他們直到現在 原來還有很多問號 其實不少的士司機都是上了年紀 甚至乎有些是不懂用智能電話 如果用易通行 又要上網 又要下載APP 對於他們來說 的確是很大考驗 沒錯 不過我們了解過 易通行其實有多個付款方法 其中一個比較方便 就是用司機卡 只要在車上安裝讀卡器 司機每次開工的時候 插入司機卡 過隧道的時候 就在司機卡的指定戶口扣數 這樣就完成了 政府推行易通行 聽到好像很方便 但對於的士業界來說 原來還有很多細節都未搞得清 事關的士司機很多都是租車 同一部的士每日開工的司機都有可能不同 他們經過哪幾條隧道也都還不買 那在扣錢的時候又向誰扣呢 根據運輸處的介紹 原來好像的士這類商用車 車主是可以申請一個商用車的卡座 而每位租車司機就要申請一張卡 每次開工的時候 司機就要將這張卡插入卡座 而這張卡可以預先增值方便購數 就是每一個司機一張卡 這樣就簡單點 這樣就簡單點 因為怎樣說 你知道的士司機 個個都老年 很多還不是用智能電話 用藝球式電話 哪有得 FCE 會不會怕自己真的忘記 申請姜卡 忘記付錢 我當然會 這件事 你說綁緊戶口 戶口 一分鐘就沒錢 駕駛的士 每個都在餐餐清 對不對 那未必可行 在上個月20號 的士業界 運輸處和阿韜韜的公司開過會 當時的士兆巴商會就覺得 透過司機證去收費是方便 但原來很多細節都未想清楚 而的士和小巴車主 更加先要為所有司機登記 手續相當繁複 那當然啦 如果用了司機證的話 都方便很多 但是又希望他 今天我們和他商討過 如果司機那張司機卡 過隧道不夠錢的話 會不會不追司機 會追車主 他最初說應該會 但當然引來我們很不滿 因為其實你有了司機證 知道了司機的個人資料 他過隧道不給錢 又要我們車主負責 他說你會回去和公司談一下 看看會不會在這裡可以幫到手 而我做車主 如果我請到司機 或者請到個身體工 我每次都要補資料 給這個運輸署聽 我們覺得就多了人手 還有多了繁複的手續 其實我們有些試過 只是想登入司機 車主的驗證碼 其實都搞了個幾兩個小時 才做了一宗 如果好像我自己 管理幾百架車的話 我找多少伙計都搞不定 其實我個人覺得 是不是有點煩了一些 因為其實本身車主的資料 是你應該一早知道的 你個人書處登記車主的資料 一定是百分百準確的 既然有這個百分百準確的話 其實就可以勉強了車主 要填這些方法 或者登入這個apps裡面的繁複 不過他估計 有九成的的士司機 會選擇用司機卡 但是他說在過年之前 政府都未向業界 提供到獨卡器和司機卡 要看他那張司機卡 什麼時候派 派得卡來登記卡 只有八個點 登記了四萬個司機 我不知道他的服務能力有多大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心思熟慮 現在的士裡可能是二萬架 但私家車裡的車主數量是七十幾八十萬架 可能他要看大數據 所以他推行得來 他沒有將的士小巴的定位 擺放得那麼足 看回運輸署資料 自至去年11月 全港有近八十一萬領牌車輛 的士牌佔了大約一萬八千個 運輸署至今發出二十六萬個車輛貼 換言之 而現在只有大約三成車主拿了車輛貼 運輸署回封我們說 二通行仍然會按照先前計劃時間實施 他們認為現時有充足時間 給的士業界完成啟動二通行的程序 運輸署和隧道服務商正展開外展服務 協助他們盡快申請車輛貼 開納戶口等步驟 方便業界使用二通行 科技為人類生活帶來很多便利 不過在方便的背後 可能打爛了很多打工仔的飯碗 有人事顧問 預計到無人化管理 會在五至十年內發生 一些被認為複雜性不強的工作崗位 例如保安員、客戶服務員等等 都無可避免會被取代 身為職場中人 都是要多些增值自己 盡早做好前瞻性的準備 稍後回來繼續和大家一線搜查 通修街過了馬路 在橋底下有一座白色的建築物 也就是現在的深澎仔 會看到的 所在地就在那裡 水澤華是新開業 吸引 immune 水澤華主要是酒 水澤華主要類似耐蝦 水澤華旅 開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